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星期四前往土耳其 讨论利比亚局势 此前一天 他警告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 其掌权时日无多 国际社会将很快加大压力 要求他下台 希拉里·克林顿离开华盛顿 前往伊斯坦布尔 他将与来自40多个 支持北约对利比亚 采取行动的国家的代表开会 与此同时 反政府武装在星期三夺回 距离首都迪里波里以南 约100公里的一个战略重镇 古阿利时后 正计划下一步行动 最近取得的成功 促使反政府武装计划 攻向首都 那里是卡扎菲的一个据点 在夺回古阿利时的激烈战斗中 至少有两名反政府武装人员死亡 另外有15人受伤 反政府武装将利用古阿利时 占取占领临近的城镇古里亚 这个城镇控制着通向迪里波里的 主要高速公路 是给我们占据的 谢谢大家